想要更了解自己嗎? 想要為2022年過更好的人生嗎? 不好意思找人占卜 沒關係 我們自己的人生 自己來探索 我想每一個人都會有陷入低潮的時候 或是迷惘不知道目標的方向該怎麼走 但是想要找人家談 但又有一點不好意思 沒關係現在就可以自己為自己來做解答喔 我在女人米買了這一套內在進化牌卡 它是還有包含另外一個金句的 它是一整個套組購買會比較便宜很多 不過我今天最主要的是要分享這個內在進化牌卡 那金句的部分我就是等下一集再跟你們大家做分享喔 這個內在進化牌卡真的非常不得了 它的玩法超級多變化 你可以把它當作成是說桌遊也是可以 我覺得很有趣又多元化思考 因為一組牌卡有30組的引導制卡 外加呢30張療癒的圖卡 這樣加起來呢就有900種人生的解答 那最主要呢它這個牌卡 大家剛剛看到上面剛剛的影片 其實它跟那個奧卡很像 那它也是這一組牌卡是奧卡它創辦人製作出來的 它是想要用最簡單明瞭的方式讓你去解讀它 它的說明書真的非常的簡單又很特別 它不像以往那種塔羅牌啊或其他的牌卡 它會有另外一本說明書就是說 解釋單獨那一張牌是什麼意思 是怎麼樣怎麼樣 它的說明書就是非常的簡單 不能說簡陋啦 就是一條這樣一張紙 它裡面的玩法都寫在這一張紙上 所以呢它上面也有講 越是複雜越要簡單 我覺得這句話真的是非常的直接打到我的心裡 那這一組的內在進化牌卡 我覺得是不管是新手 還是你之前已經有玩過奧卡的人 我覺得都非常適合入手 完全都沒有困難度 玩法多變啊 自己玩啊 或者是找朋友一起玩 尤其是它裡面有一個遊戲說明 你就是可以拿來做自我介紹 就是可能團體一起玩桌遊的時候 大家都不認識 比如說像是在聯誼啊還是什麼的 你就可以拿這個自己抽一張牌 你覺得這個是你自己嗎 你可以聯想到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有趣的 而且也可以增加更不同的話題出來 就不會讓你感覺好像聯誼啊 還是跟朋友啊在一起就覺得 啊很無聊啊很尷尬啊這樣子 我覺得這一組內在進化牌卡是 還蠻有趣的 因為它真的是玩法非常多 多到你已經不知道你該怎麼玩了 像它裡面的有很多的那種 很療癒系的那種圖卡圖片 它就是要你做什麼啊 你可以聯想到什麼 那你覺得這樣子你又可以聯想到什麼 它的圖卡有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呢 像這一張啊就是什麼 要被警察開罰單之類的嘛 就是有點像是看圖說故事 那因為每一個人看一張圖 所解釋出來的故事都不一樣 那這一張的話 很多money money都是錢都是錢 那我覺得就是 哇錢就是整個都灑下來了 哇滿滿的 我就是搖錢樹之類的嘛 它的畫風我覺得都是很療癒 很簡單明瞭 也就是讓你一看 你就可以懂 是在做什麼 它是裡面是什麼樣的情境 不會說還需要說明書去解釋 利用你自己的直覺 直覺真的很重要 現在的人就是因為壓力太大了 已經被一個框框 就是被架住了 所以呢你的直覺 你會一直不相信 你會不信任你自己 所以你就會變得很 畏畏縮縮的 你沒有自信 那你要有自信 你要去相信你自己的直覺 我覺得這是現在的人 非常欠缺的 那另外呢 它就是有這樣的引導字卡 引導字卡它是比較屬於 就是很白淨的 它上下都有寫字 都是同樣的字啦 所以在抽牌的時候 你不會想說啊會有正反面 它這個牌卡沒有像塔羅牌一樣 就是有什麼正逆位之分啊 沒有 所以它非常的簡單 像這樣子兩張牌這樣搭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去怎麼樣去做聯想 像這一張牌 它可能是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 他們兩個可能我啦 我自己解讀 我會覺得是說可能擦肩而過了 那為什麼會抽到影響呢 是什麼事情而影響了這件事情 就是要透過你自己去做一個連結 那你看到這張牌的時候 你連結到什麼樣的畫面 像這個 我拿一張主動跟這一張 那你覺得這個是什麼 我的話我的解讀會覺得說 喔現在主動去做面試 或是說要做面談啊 或是說大學生啊 要去跟教授要去做 自我推薦啊之類的 那現在我要來 先教大家就是最簡單的玩法 就是三張牌 跟三張的引導卡 所以加起來的話就是會有六張 那我現在就是教大家 我要怎麼去抽六張牌 來為我自己就是 內心所困惑的事情來抽牌 那我就是心裡默念好了 那我就舉例好了好不好 舉例呢 我這一週的生活 會給予什麼建議 會讓我過更快樂 還讓我跟我的家人 可以相處得愉快 那請牌卡給我一些建議 之後呢 我會自己先洗這個大張牌 就是有字的那個指引卡 你就大張的這樣 洗 而且我覺得它的牌卡的質感 材質設計非常好 它真的是非常好的那一種 雖然它不是防水材質啦 但是它的觸感 還有就是展牌的時候 是非常的順手的 好就是把它展開 不一定要展得很漂亮 其實你只要把它攤開就好 那你就自己抽三張 就是用你的非罐用手 因為我是右撇子 所以我罐用手就是左邊 反正就是相反過來就對了 好 那我的話就是用我的左手 抽三張 然後呢換小張的牌 一樣 就是這樣子洗 這是剛剛的 剛剛做示範 注意喔 這個是沒有分什麼正膩味啦 所以它非常的好操作 簡單易懂 你要洗幾次都沒有關係 洗到你開心 也沒有問題 好 那我就把它 抽三張 第一張就一樣對應在第一張 剛開始抽的 這是以我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是一二三 之後呢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不同的玩法 來我先翻第一張 第一張呢 它是持續 它是持續 它的圖案好奇怪喔 轉型 那我抽到的第一張 是這個 有看到嗎 它是一隻小狗 在門口 可是它是叫我持續耶 所以是要我守門嗎 守在門口嗎 因為我們家沒有養寵物 所以 我在想說是要我持續的守在家門口嗎 還是如果你們看影片的人 有什麼其他的建議的話 可以告訴我 還是說要我出門 不要在家裡 就是不要一直當宅女 宅在家裡面 要多帶家家人一起出去玩 這樣子 要持續 第二張呢 是轉型 它 它 圖片上面是拉拉 小提琴的一個小女生 它 我覺得有點 就是 跟我有點相連結吧 因為像我就是 最近 有在自己學吉他 那也是跟樂器有關 其實不一定是 照著它 牌卡上面 所說的就是 一定是要 喔 拉小提琴就是 拉小提琴 就是讓我有連結到這樣子 連結到相關的 轉型嗎 它要我轉型做 音樂嗎 我會覺得說 轉型這個東西 喔好 我就是想 嗯 那我就是要轉型的 好好的 看要不要就是 好好的把 自學吉他這個東西把它做好 然後另外一個 新生 新是 新舊的新 生是 生活的生 可是它是很多錢耶 那我有點 不知道該如何解釋耶 我會有新的 應該是說 這個禮拜 會有 會有新的錢財進來嗎 就是像這樣的 圖案 你們是怎麼樣看的 如果你們在看影片的大家 如果你們有想要怎麼樣解釋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好不好 我會想說 喔好 那代表就是有錢囉 還是要噴錢呢 會有 這是最簡單的 這是最簡單的玩法 那如果你們呢 喜歡這一組 內在進化牌卡的話 可以到他們 那個 女人迷那邊 官網去購買 我沒有要業配喔 啊我的網址呢 我會把它放在我下面的資訊欄 這些東西都是我自己買的 另外呢 另外要介紹的就是 這個 金句牌卡 金句牌卡呢 這個到時候呢 下一集我會再跟你們 做介紹 所以下一集見囉 還有 我再跟大家透露一下 這一個也是我在女人迷買的 它是一個非常 情趣 它又帶一點非常有趣 情趣加有趣的一個 算是 它上面是寫 臉紅紅深度床油牌卡 沒有聽錯 床油牌卡 對 它是 你看它的那個包裝設計 我覺得它很漂亮 那時候我收到的時候 我連這個盒子 我真的都捨不得丟 它打開的時候呢 就是裡面會有兩組牌卡 一組呢 是女生自己用 自助親密 那 紅色這個的話 就是混打前戲 就是可能 你跟你的男友 或是你跟你的老公啊 夫妻用 它這個話就是 自己用 對 因為 我覺得這個是 我下一次想要跟大家做分享的 因為 這個比較有點算 18禁嗎 對 就是比較有點害羞的影片 所以這個就是 留到最後面 跟大家做分享 做開箱 然後讓你們知道說 裡面的牌卡 怎麼樣去玩它 會變得更有趣 後來呢 最主要就是 情趣很重要 當然情趣 不是只有在床上 才叫做情趣 你日常生活中 也可以有很多的情趣 好嗎 不要一直都把情趣 設限在床上 好不好 各位大家 那就 下次大家 我們再見面囉 如果你喜歡我這一次的影片的話 幫我分享 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 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 知道我隨時隨地 有上傳新影片的通知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